你让我做大哥 我叫你树中分 猫和老鼠里这些老鼠惹不得 猫咪看了都要绕道走 新的排位赛又开启了 那实战中哪些老鼠是鼠黄的热门味呢 段琳最喜欢用 罗宾和杰瑞大哥大中的王中王 他能够在团队中担当六猫和推奶酪的位置 拥有极强的六猫能力 降落伞既能从高速落下不受障碍 只要开启降落伞就是无敌 不管是炸弹 猫咪攻击 国王攻击都能做到万鼠都晕倒 不掉一滴血 所以一旦利用楼梯地形遛猫 就算是猫房也相当头疼啊 强洞之王海盗杰瑞 这次炸强洞并非角色 只要后半局海盗还存活 就不愁翻不了盘 不仅炸强洞 炸强洞还能救队友 能炸开火箭下的老鼠夹 拖延猫咪放飞队友的时间 海盗的金币技能也能在救队友时派上用场 快速把猫咪击晕 如果动作够快还可以防止队友被猫咪绑上火箭 进攻和逃生都有优势 接下来就是汤姆托普斯的克星 牛仔杰瑞 哎呀这只老鼠恶心的猫咪 顺步难行啊 别问朵尼怎么知道了啊 刚被一个车队恶心过 牛仔的仙人掌 今年一代放在火箭周围 撞到老鼠的猫是一点顺利 几月都没有玩 必殺的仙人掌还能忍忍 再放的仙人掌还能挠挠老鼠 找一点平衡 可是跳起来想要避掉没躲掉的时候 多尼心态真的崩溃了 哎呀 黄不胜黄啊 唉再加上牛仔杰瑞的吉他技能 大哥求求你 能不能放过小弟啊 啊我就想做一只抓老鼠的普通小喵咪啊 最后一只就是针对荼多盖洛的小男时 太妃 虽然现在打牌位很少有人都用到荼多盖洛了 但曾经被太妃支配的恐惧 让经常玩荼多的多尼 害怕有伤心的头 他的火箭筒工具 直接打了荼多盖洛没脾气 加上荼多跑得又慢 原过问技能一看 荼多干本追不上 想要嘲讽猫咪 那还不就是三分钟能办到的事 我的荼多一旦碰到海飞 八把都哭得离怀待遇啊 大家还见过哪些惹不起的老鼠呢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被灭经历 安慰一下朵尼咯 关注朵尼 带你玩传 猫和老鼠爱你们哟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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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一个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